根据左派媒体对大纪元攻击的说法 大纪元时报原先只是在街边拍送名不见经传的小报 但实际上经过两年的洗礼 几乎人人都知道大纪元的真实报道 那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2019年与2020年被认为是近期世界最动荡的时代 从大家最熟知的香港反送中事件开始 一群愿意用生命捍卫自由的人们站了出来 接着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展开了贸易战 整顿市场混乱的秩序 疫情的侵袭 Antifa的闹场 还有大大小小的人权事件 当然还有美国现在正在经历的国家大事 人们已经发现世界的动荡局势 竟然都跟一个政权有关 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 其实中共对世界的危害并非一朝一夕 但直到最近 人们终于认清并且敢站出来对抗它的威胁 而大纪元时报在媒体道德逐渐下滑的现在 确实显得鹤立鸡群 因为大纪元时报 是目前世界上少数能够不畏惧中共 威胁利诱的独立媒体 没有财团包袱 不替中共的所作所为图纸磨粉 坚持报道真相 所以如果你已经对现在操纵 舆论的媒体生态感到失望的话 赶快点击链接 试试看真实客观的大纪元时报 当主流媒体集体晋升时 我们曝光假象 当主流媒体撰写似式而非的文章 引导风向时 我们提供事件的全貌 让读者决定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但对真相的坚持并不容易 我们在香港的报纸印刷场 遭到黑衣人纵火 主流媒体也开始对大纪元发起攻击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 因为看了大纪元后 了解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而中共痛恨这一点 所以百般阻止 但是中共也许能够在国内 逐起高枪 限制他们的人民看见外面的世界 但他们不能够阻止你点击连结 了解一份能够早穿那套高枪的报纸 订阅一份大纪元时报 确保你不会在这动荡时代 因为主流媒体的集体晋升 与科技龙头的演算法 而错失重要的讯息 我们提供事实 由你来决定你的观点 欢迎加入了解真相的行列